英语啊 English 拼音下的蛋 来自英国的语言 错了 今天我们来 拨开语幕见青天 揭开一个历史上的秘密 你的中文很棒啊 如果英语不是来自英国 为什么叫英语呢 因为England 英国这个名称 也不是来自英国 What? 英语就是从德语来的 在公元前一千年的欧洲 没有法语或者英语 这个时候 英国不叫英国 The United Kingdom 而叫 布里吞 古代的凯尔特人部落 他们说的不是英语 而是一种凯尔特语 布里吞语 不过这个语言已经毁灭了 说这个语言的布里吞人 被日耳曼部落的 日耳曼 日耳曼部落 被日耳曼部落的人 殖民了 其中一个部落叫 The Angus 他们把英国叫成 Land of the Angus Eng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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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白了 本地人被迫改变他们的母语 这些日耳曼部落的人 是来自现代的德国和丹麦地区 所以说 古德语和古英语是一样的 你看看这几句英语和德语 有多么像 你就知道了 Hello Hello She is my friend She is mine friend Good morning Guten Morgen This is blue Das ist blau My finger is broken Mine finger is broken OK 我的德语很糟糕 我知道 但是你可以 听出来有多么像 所以 英语属于 Germanic language 不过因为历史的原因 很多词汇 是来自法语 和罗马语系的语言 所以跟德语比 我可能更能看懂法语 但是英语和德语 是一个语系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很有趣的话 你可以关注我们的 英国历史公众号 每天有一个新的语言 可以学习英语 而且还有一个小程序 你可以更读 提高你的口语和听力 一千倍 你在这里可以搜索就好了 The Celtic Languages 也就是原来的 布里吞 苏格兰 爱尔兰 威尔斯 的语言 The Celtic Languages Were replaced Over the years By Germanic Romance And Slavic Languages 但是在欧洲大陆 由于罗马帝国的扩张 和其他原因 很多卡尔特语 开始销声匿迹 比如 Golish 高鲁语 位于现代的法国 还有Galatian 加拉提亚语 位于现在的土耳其 两百公元前 基本上欧洲大陆的 凯尔特语都毁灭了 那个时候 还有一些人 移民到英国去了 所以在英国的凯尔特语 叫做 海岛凯尔特语之 The Ensular Celtic Languages 然后现在这些语言还存在 这些凯尔特语分为两类 第一是盖尔语 Scottish Gaelic 苏格兰改尔语 Irish Gaelic Irland改尔语 还有曼克斯语 Manks 第二种是 布莱坦语 布莱坦语里面有 威尔士语 布莱坦语 康沃语 还有一些已经毁灭了 Common Britonic Pictish Here you can see a picture of where the languages are still being spoken So as you can see in the picture England is not there There is no Briton No one's No one's speaking it The language is extinct 所以我现在就跟你们 大概讲一下 有哪一些还存在的语言 然后我们可以来听一下 到底是什么样的语言 So we'll start with Welsh So Welsh currently has around 31万可以说流利 Welsh语的人 然后大概有50万人 可以说一点点 阿尔兰盖尔语 有大概八万 可以说的很流利的人 然后大概两百万的人 可以说一点 苏格兰盖尔语 Skottish Gaelic 大概有五万七千个 Native speakers 然后大概有八万七千的人 知道一些 布莱坦语 大概有二十二万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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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法国的Britania 会说这个语言 Cornish 看我的语 只有几千人还会说 Only a few thousand speakers left But there is a revival They are teaching it in schools and a lot of people are getting involved in learning the language But Manx is a really small island between Scotland and Northern Ireland But although the Brythonic languages and the Gaelic languages have a common ancestor They are not mutually intelligible So now I want to let you guys listen to these languages 我们可以一起听这些语言 我们从阿尔兰语开始 古阿尔兰的语言长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是原来阿尔兰的字母表 然后要从下读到上 You might have noticed that there's Irish Gaelic, Scottish Gaelic and Manx And they actually, 它们都是来自阿尔兰人 它们移民到 Manx那个岛上 它们移民到苏格兰带了它们的语言 然后通过很多年这个语言就变了 所以说它们还是会听得懂一点 像个方言一样 像个方言一样的语言 它们也有一个叫苏格兰语 它们也有一个叫苏格兰语 下一个语言我们来讲苏格兰 那么苏格兰有点复杂 因为它们不仅仅讲苏格兰盖尔语 它们也有一个叫苏格兰语 大概一百五十万个人会说这个语言 也就是苏格兰的百分之三十 苏格兰语其实就是来自以前的 可能突然觉得书上的英语没有什么卵用 那我们现在来听听苏格兰语是什么样子 是不是还是挺像英语 那是因为那是古代的英语 中古代的英语 接下来 威尔士语 来自Brythonic 布里村语 记得Brythonic和Gaelic是不一样的 所以威尔士语是听不懂爱尔兰语 然后它们两个语言和英语是截然不同的 然后它们两个语言和英语是截然不同的 你们觉得好听吗 接下来我们听一下 康尼士 康尔尔语 所以你们现在知道 英语是来自德国那一块的地区 所以威尔士 苏格兰 康尔尔 爱尔兰 才是还在 仍然还在说原来本地的语言 如果你想这么想的话可以 这些历史对英国的文化 对英国的语言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然后我希望这个视频能让你体会到英国的另一面 然后下一期视频我们会来继续讲一讲英语的历史 然后为什么从德语 就古德语 古英语变成现代的英语 这样子 好的 别忘了如果你想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英国历史 OK 哦 谢谢观看 这个视频 视频 下次见 拜拜 咩 我们